第三位的文明騎已經開始發動公式囉 開了開了 漂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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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他們出完慢了 他們出完慢了 他們出完慢過了 漂亮啦 今年很奇怪 今年是我最緊張的 雖然是老屁 但我覺得可能小江不在 所以好像少了一個 幫忙尋車尋胎壓 然後又是經驗勞到 然後同時可以殺唱在專業車上 終於來到RDA第三屆的終局之戰 雖然已經歷經了兩次 但是想在第三屆再次帶領中部獲得好的成績 讓我的壓力超越以望的巨大 今天的賽程除了今年的RU學員 將會比一場爭先 以及一場耐久接力賽之外 R3的學長也必須要比一場爭先賽 而嘉菲老師則是參加R7的魔王挑戰賽 我則是必須要卡RU耐久賽的其中一個棒次 究竟在少了小江的情況下 我們今年能不能如願拿下好的成績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欸我調查一下 你們自己覺得你今天的體驗狀況 呃 我10分我來講啦 你覺得9分 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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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分 9分 9分 10分 10分 去年的時候有太多 你到後來會跟我說 我沒力 如果你覺得像你狀況 你覺得沒有很好 我們就保留你的體力 這條賽道比較大 所以你下去練習就是一直跑Y內外Y內外 然後去把那些 確實把它做好就好 在哪邊煞車 在哪邊把車帶進去 然後確認自己轉向之前一定看到APEX 我不要有那種轉向的時候 然後眼睛還在盯著地盤那樣 吸取上一屆學員比到後來沒力的經驗 這一次呢 我們除了針對明顯的騎乘問題做討論之外 我們盡量減少學員上午自由練習的量 以保持他們的體力來面對下午的比賽 來一個開幕喊話 大家都換好皮膠 這是高峰時刻 大家要好好把我們 可能一輩子都會記得這個萌萌 好不好 然後享受今天的比賽 輪論輸入 翹班車手戰隊 跳跳跳 由於嘉飛需要熟悉R7來面對接下來的魔王挑戰賽 但我呢也有我的課題 我必須要熟悉R15來面對接下來的耐久賽 所以呢上午的自由練習呢 除了要教學員之外我們兩個超過40歲的男人 平常又沒有在比賽 坦白說真的當時要進入狀況非常手忙腳亂 但或許也因為這樣關係呢 這次更有一種和大家一起戰鬥的感覺 你要下去了嗎 可以啊 沒關係啊 先看 好 要不要交集一下 好啊 還好 你剛剛 我覺得你狀況不錯啊 檔位還在抓 然後退倒的皮膚有點 真退的實際有點尷尬 現在練習去記狀況是什麼 我覺得我狀況OK 但是我的單圈沒有出來 我還在習慣換檔的時機點 還有檔位的選擇 因為R15的車我非常少騎 所以算是還在學習啦 早上練習狀況蠻好的 剛剛DJ下去騎就騎到10.6這樣 上次有來練習 這次再上去騎有差 找Apex的點會比較快 我自己覺得OK 但是看到阿澤的秒數就覺得 好像還不太行 現在來到104.6 那我覺得就上一次是102嘛 但我就下午體力好 狀況好就 應該都還OK 停久了 我漸漸熟悉啦 但我覺得應該OK 反正我應該就是卡他們比較 比較偏慢的那些 你要感受一下 因為它的最甜的那個加速點在高轉 嗯 那邊的時候是車子 對 你要讓它盡量保持燈 可以快一點進完 但我進完的時候我會殺太多 你們試著煞車不要帶那麼重 然後讓它外跑看看 騎的時候 翻轉的速度很明顯很慢 對你知道你深蹲的速度 我們現在要求快 但是你就是跟不上能騎 然後你就是翻到後來 就覺得乾沒力了 然後掉完 測試排位呢 我們R15戰隊中最快的名氣 拿下了第三 R3學長組呢 我們就完全不擔心了 嚴哲和騎長 在前面兩屆之後 就被我們納入了車隊 所以呢 他們的實力完全不用懷疑 排位呢 沒意外的拿下了第一跟第二的位置 輕鬆一點啊 10月還有計時 10月還有計時 他該回來幹嘛 這車好 等一下這車好 等中區的投兵騎 刷到了1分04秒906 過來一點 重流均美 我們就順順騎這樣 不要女生就好 對女生不公平 現實動力 我們還沒抽 我們還沒抽 但我覺得不管誰抽到美姊 至少要一起起跑吧 要吧 要吧 可是剛剛應該是個女生 不會有耳機 你不會有耳機一萬多塊的 好 可以 抽 3 2 1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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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應許不錯 至少嘉菲沒有抽到柳君梅 對決賴紅林 或許有機會拿下分數 那麼我們呢 等一下要開始 2 4 5 1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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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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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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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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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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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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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差距 比賽結束了 R7的魔王挑戰賽 再次由加菲對上瘋狗魔王賴宏林 跟去年的陣容是完全一樣 起跑後呢 加菲一度要超過了賴宏林 但是呢 因為害怕發生碰撞 閃避之後呢 就拉開一段距離到最後 後面呢 也未能有超過的機會挑戰死敗 進到最後的耐久接力賽的橋段呢 因為換手失誤的懲罰非常的巨大 所以在上場之前 我們先讓他們進行一次完整的換手練習 在這比賽中呢 我們會分為AB兩組 起跑的位置呢分別為第二以及第四 那我們的戰略呢 則是把快的選手都放在A的位置 希望A能夠代替整個隊伍拿下好的成績 耐久的關鍵不是跑快 是你不能失誤 你不能有錯誤 尤其是放肆你不能亂跳 如果你放肆接錯了 我們只對著什麼就起跑 起跑A組由名棋帶頭 一路兇惡搶位 始終保持在頭排的位置 在跟北區激烈的攻防情況底下 守住了第二 B組呢則由漢於起跑 第二棒呢則由我接手 A組換手建優之後 因為套圈車的糾纏 所以掉了兩個位置 但是呢在第四棒的哨意 突然小雨受傷 隔爆發往前追擊 就在比賽的最後一圈 3號彎的位置一個乾淨的超車 Yeah Yeah 順利的拿下耐久塞的第三 因為他不會超車 上次我們和訓的時候 他超了好幾個吃飯 看他夠快 所以我們剛剛有跟他講說 要怎麼超 他有聽進去 B組的成績呢雖然不勝了一項 但是呢我們的犧牲打戰術 也算是成功了 讓A組取得了好的積分 來啊 後面解決了 我們應該第二 沒有意外應該是第二 終局之戰的成績公布 最終呢我們車隊的總積分 拿下了第二 北區這次的蔡司福的加入 小江老師增長海外 确实让战局变得更加的险峻 如果你问我没有拿下冠军 有没有失望 历经三次 我很清楚 当下如果有多头鹿 现在回想起来就会有多幸福 所以呢 现在在路口白的我 跟你讲 心中真的是满满的幸福感 这样会不会有点恶心 在韭菜的部分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在最后那两圈的时候 我看到阿Ben老师 还有家边猫老师在场边 努力的挥手 好像就知道 我前面那两个 好像我可以越来越近了 把他们成功的超越 拿回来接受那种欢呼的感觉 真的是感受很深运 最近我找我是一个素人 没有车的机 那很谢谢他们 YAMAHA 赞 这一次以 R3学长的邀请赛回来比赛 想要验证看看这两年来 自己进步有多少 在正赛第一圈的第五号弯 我让出一个洞 然后被两台南区的选手超过 很气自己不够果断 希望以后可以继续努力 谢谢YAMAHA 敲班车手赞 非常谢谢家贝老师 Ben哥 然后还有小江老师 再来是炎哲跟齐昌 很感谢他们鼓励我 然后教我一些 就是可能一些 他们的经验的小技巧这样 希望明年或接下来 都可以继续办下去 然后让台湾的赛车文化的发展 可以越来越好 这是第一次以学长的身份 参加这一次的RDMA 那我觉得非常容易 就是这次还可以被邀请回来 参加这次的比赛 而且像我们第一届的时候 还没有这么的隆重 然后现在就是大家学弟 都有一些新的装备 新的比衣 车辆又有提升 然后轮胎又有提升 就是觉得说 这个活动越翻越用心 然后大家的资源越多 越来越注重赛车这一块 感到非常欣慰 非常谢谢YAMAHA 然后就敲完这首赞 大家一起加油 这应该是我们这一届 这个三届最累的一次 我跟你讲我真的累爆了 真的很累 因为嘉飞还要准备比赛 然后我也要准备比赛 然后我们就没有人顾学员了 对 坦白说我们这次其实 教学员的东西减少蛮多 我们本来是想说有齐昌跟阿子 但因为他们也 还是不放心自己的比赛 所以他们还是也得下去 适应他们的车辆 第一第二届到第三届 我们应该是所有的积分里面 如果有积分的话 我们应该是第一名 对 那也证明了 我们的教学的这一套 其实是正确的故事 真的可以给他们一些 不错的东西 而且本来不够快的 其实到最后都有变快 而且有稳定性 尤其是我觉得 我们的刮脚踏身 应该是最少的 对 所以如果真的长时间比下来 我们应该就稳定性还是最高的 我必须说我看到R3的这个组合 是第一届跟第二届的冠军 对 那种你知道这种自己人 自己然后又是自己调配出来的武器的感觉 对啊 那是很光满的感觉 很感动很感动 对啊你身上阿哲的部分 我觉得我真的很 我其实这一场比赛 我就是想要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你也知道我们在阿哲的学习上 投资非常大 他当然自己也很努力 因为他假日几乎都在加全班练车 而且他最厉害的是他都会找骑舱 会找有时间的学弟们 大家一起练 这一次你看他领先大家的幅度 对 每一圈都是快一秒多 然后最后完赛是赢了十几秒 证明RDNA可以选出很快的 而且如果YAMAHA真的要很伟大的一个计划 要找RDNA的选手出去外国比赛 我们也很有面子 因为我们觉得阿哲完全担当的起这一个责任 我希望YAMAHA可以带这些车手往海外去发展 因为我觉得今年RDNA已经走到一个成熟期 像北部今年很快 这些选手都有机会透过一个争选之后 选出能够代表台湾的YAMAHA RDNA的选手 出去跟其他国家比赛 我不认为他们会差到哪里去 那就算差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是出国磨练 好啦总结就是今年算是一个三 算是一个完结 我觉得这个完结对我们来说算是蛮满意的 没错 那如果有明年的挑班车手 或许有海外 我期待好不好 我们可以跟着YAMAHA一起再进化 最后还是要非常感谢YAMAHA 有这个活动才有这么多精彩的故事在场边发生 这些是我们用影片都难以传达的 你们看到的指示表层 背后的感动还有太多太多了 如果你对赛斯充满热忱 期待明年可以和你在RDNA相会 我们一起迎接下一场挑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